大家好,今天是5月3日,现在还有半小时多些收时 我们做完今个星期最尾的第四个节目就是一周股市大市 今天是5月3日星期五 其他那些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在螢光幕上看 我们的钻石狗下午进步多1% 由升83%变成升84% 由100万变成184万 这些说了,我列出出来的 我已经在节目中说过,我就不说了 alphabet,即google的股价急跌 还有,香港的楼价是升得很厉害的 过去的由农历年到现在,2月中打后到现在这10个星期 是升得很厉害的 我们在节目中说过,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好,那一周股市大股市大市回顾 那这个三星,三星第一季的盈利 是跌得很厉害的 跌了60%,六成 很难怪,因为已经这么久了 手机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品牌出现 有小米,OPPO,华为,那么多 三星以前是紧贴着苹果,后来超越了苹果 但是很难避免的盈利会下跌 大家只是期望在5G之后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局面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记得,全靠三星带起LG 带起了整个韩国的,差不多八九年的事 但是,随着手机的盈利的急速增长 已经慢慢放缓了,那个年代已经过去 所以,你看到韩环是跌了很多的 那现在一元美金呢,就可以换到1168万 那现在一万万呢,就是港元67万 那大家如果去韩国旅行,那现在很划算的 那接着呢,就是五一黄金周 好,刚刚开始了两天,今天第三天 那很小不勉地,就要讲一下赌股 和这个零售股 那赌股呢,大家昨天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欧博880,很容易记的 我之前也买过几次的 880呢,就昨天一升,就升了10% 那它在整个黄金周的中场是强劲的 那我们都期望,无论是银鱼也好 如果是银鱼,金沙,或者美高煤等其他呢 正常来说,或者永利那些呢 它应该会有高单位数的增长 应该是,就是我都在等着银鱼 在这个五一黄金周里面的维修是怎样呢 但是银鱼就不同一点的 银鱼之前呢,它比较大部分是贵宾厅 而澳博呢,大家有去过都知道 它比较大部分是中场的 那始终都要等我会收出来才知道 但是,反过来呢,我看到 都非常受五一黄金周影响的零售股 香港那几只呢,就净到不净的 就是净到六幅那些590是跌的 那178是没动的,不跌都偷笑了 已经是跌了那么多 那究竟是那个数字未出来 未有数字出来 要是其实黄金周的销情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看现在来香港的过夜旅客 越来越少 香港我说,就是内地来香港过夜旅客越来越少 买东西又越来越少 买东西又越来越少 亦都是买一些chip东西 那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 沙沙的那些 它是代理化妆品 或者其他日常护理产品 基本上在国内都已经可以买到的 那在国内里面呢 如果国内打的税一降低的话 沙沙这些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不会特意走来香港山长水苑去买 对不对 那现在人民币又不是很贵 所以问题就是很难扭转腿势 那六幅叫做好的 都守住27元 我多怕它跌回到22元 但是我曾经想过买这类 譬如说六幅那些 但我身边都打烧了 因为始终你拿不到大趋势 是没用的 对不对 当然我是觉得六幅是相当好的股票 我是喜欢六幅多 就是喜欢周大幅 比较 但是我都没有买到 因为始终那个热潮过了 那你没有了自由行的话 除非一样东西就是 它现在在国内的 就是它自己的自营店 或者是Fanchise 什么都好 那个营销已经是大幅地改过香港 如果不是以香港还是牵头的话 而那个 就是 内地那个自由行 那个买东西的那个热潮退却 那我都是不会买的 因为 就是 没有了那个趋势 没必锁住那些现金 虽然我觉得590是一只好的股票 就是六幅 无论品牌管理我都觉得是 就是 无可厚非的 非常之 就是对股东好的一只股票 那奈何 就是 那个趋势不就 很难说 好 那跟着就是这位 没音 Steven Munchen 那就说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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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可能成事了 那大家已经看到那个 港股 和A股 已经率先上升 那如果下个星期 真的 就是 就是 谈判完结 不再谈了 如果 开始 撤销 对中国以前的关税 的话 那我相信 A股和港股 还有一个小星浪 还会有的 因为 始终你 撤销了以前的关税 的话 那些公司的盈利 又可以上回来 对不对 那我们等 看看怎么样 美国佬很难说 说是这样说 好 那接着呢 就今天 听到的新闻 就是Tesl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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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on Musk 就说 就是不行了 上个星期 还说不用 那今个星期 撑不住了 就说要 筹集20亿美元的资金 那有 六成呢 就是用 可换股债券去 筹集的 那还有四成呢 就 有其他方法 配股 或者 whatever 怎样都好 自从上市以来 其实Tesla 都没有赚过钱 但是我要承认 电动车应该是未来 无论在美国 或者是中国 都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 新的Generation 去取代 消油车 那样 但是问题 就是说 现在暂时 没有什么证据 显示呢 这些车 慢慢 可以有盈利 回来 包括 比亚迪 所以我都是密切留意 而没有卖入 虽然我知道 潮流会是这样 因为 减少依赖石油 第一 第二 就是 潔症能源 第三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 不用污染 这么严重 已经有很多 很多敏感 很多癌症 很多癌症 大势所吹是这样的 全世界 但是问题就是 它仍然未能够 加价 或者是 服务普及到 可以有盈利 我是很硬 你不要 你不要 告诉我 你将来 多有潜能 将来多有潜质 看不到盈利 我是不会买的 因为我听过太多 美丽的方言 到最后 都不成事 或者 成了事都好 都打个大折扣 那就是 无论搞那么多 用真金白银去买个股 我就不会再做这些愚蠢的事 好 这个就是 比较大的新闻就是 就是 巴菲特 那不是他本人 是他旗下的一个部门 开始买入 Amazon的股票 得到的其他资料不多 巴菲特就说 会再进一步披露 但是巴菲特也曾经说过 他说 就是 为什么我 这么久 过去那十年 我都不买股票 来防阿新呢 这样 Amazon已经升了很久 升了很多 我们 在美股障碍后 已经介绍过 按照现在 目前的走势来说 Amazon仍然 都是有 相当大的增长 这个是 自从 Amazon的网购 兴起了之后 击败了 打低了 很多 在 美国 很多传统 零售店之外 他的增长势 仍然是可以的 巴菲特 现在买入的话 不能坏 迟 因为他现在 赚钱 也是一件好事 不过 真的迟了些 可能 已经错过了 几百亿美元 收入 也不奇怪 我们都会想 如果在 美股里面 究竟 现在 买入 Amazon 会不会 不是一个 最美的时机 但会不会 仍然 非常有利可途 那 我在美股 财经R里面 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好 今天说 我们的 银疫组合 已经说了很久 今天 大项色 说 恒生 非常优质 楼市复苏 所有东西都复苏 非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楼案 佣金收入 今天 恒生 一佣 最高 就涌了7.8 上来 那我刚才 十几分钟前 看到 恒生 今天的股价 是 212元 那如果加上 他派了 3.6 的股息 他已经 平了他之前 216元的 最高 那你现在买 买不到 现在卖不上 因为我们的组合 是180元 开始买 现在买到 210多元 加上 股息 就是 你当他 216元 我们都买得迟 我们其实 170元 都买得 那我们216元 那我们是130元 买的 120元 买的 那我们已经 赚了 短短几个月 我们已经赚了20% 那当然 恒生是我们的 六大核心持股之一 那你现在追的话 就小心 因为已经升了很多 恒生很大核 好 接着最尾一单 就是 今天 特报 宣布 之前已经说过的 2.6亿的美元 收购 Elan Foodwell 的 Case with Palladium 和Supra 的开发 和营销权 我有 虽然我没有买入安达 但是我 都不断有留意特报 或者李宁的 虽然 即现在特报 都是走回 李宁比较特殊 李宁就发展回自己的品牌 即是李宁牌 而安达就是多品牌策略 之前我们说过 特报就是 走回类似安达的路 其实2.6亿美元也多 因为差不多20亿港元 他不是买了 Case with 他买了Elan Foodwear 里面的Case with Palladium 和Supra的开发 和营销权 我仍然都没有打算买入特报 因为大家如果看回特报 他过往的股价 Factuate的很厉害 今天特报就升了8.35% 去到5.06% 但特报呢 他可以神神地在2017年 由六个几跌到四个几都可以 即是他分分钟是三四成的上落 我本身是不喜欢 即是 怎样说呢 即是我不喜欢那些股票 那个Factuation太大 大家看到我 一向买的股票 都是很平稳的 即是上落当然有 比如十几个percent那些有的 但不是三四成的上落 但是这个多品牌策略 无可无不可 在我来说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中国开放 再进一步开放 而被外国的运动服品牌 直接在中国自己生产 和营销的话 那这些所有的用品公司 就收工了 因为没需要 是吧 譬如我 Nike 我现在直接进来中国 我自己可以做Nike 我自己卖卖 我自己做店铺 我自己做 retail 根本就没得玩 你等于吉利一样 吉利是一家好公司 吉利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美国的汽车可以直接在中国 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时候 还需要靠你吉利呢 是吧 所以你看到吉利的股价 跌跌到十多元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它原先都很低 就是它都是卖壳回来的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喜欢股票太大 就是整天上落三四成那些 就不适合我 但是我会继续留意 就是我会继续留意运动服的品牌 但是即使我有资金也好 我都会倾向于买回 美股的运动服品牌多些 因为始终 别人的营销稳定些 以及自家品牌 这个是我 所以你叫我买unico就是这样 它是自己品牌 它自己品牌 自己开店自己做 自己买 不用跟别人争 你要买unico 就要跟我买 简单些 好吗 好 今天都长了 讲到十七分钟差不多 那我不讲了 不重复了 那大家关于投资日志的 你可以在螢光幕里上面看 那鑽石狗组合 那我们的投资日志的网址 那大家可以进去 或者点击YouTube下面的link 可以看一季之前的收费版 那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要订阅收费版 如何去入钱 银行户口号码 那我不重复了 那我订住几秒钟的screenshot 那大家可以看到 好吗 那今个星期呢 四集都做完了 那即将会出这个 五月第一期的投资日志收费版 好吗 那大家如果想订阅的话 那就跟螢光幕这个做得了 好吗 那今个星期 四个节目都做完了 那明天就是星期六 后是星期日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